回到了文章的后半段告诉我们 因为Twitter真的太重要了 已经变成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啊,连它原本的发明者都没有想象得到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固定的剧情片语 叫做cool half加上一个pp 指的是过去原本可能 所以文章里面说 大家如此疯狂爱上Twitter 这是它的创造者原本都想象不到的 你也可以自己造一个例句 如果你先前够努力 你原本可以成功的 You could have succeeded If you had worked hard enough Frank在这边要补充另外一个用法 cool half加pp指的是过去 原本有可能会做到的事情 但是过去如果真的曾经发生过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是 must have加上一个pp 最常见的例句会说 地板现在是湿的 所以昨天晚上应该是下过雨吧 It must have rained last night Because the ground is wet now 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 实际上使用Twitter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名摄影师被逮捕了 因此他就赶快利用他的Twitter 发布了arrested 就没有想到朋友就来搭救他了 这边学到了照片这个字比较复杂的说法 以前我们说picture 或者说photo 今天实际上要告诉你 照片这个字全部讲出来 叫做photograph 而photograph后面再加上一个y 叫photography 就指的是摄影这个技术 而正因为这个摄影师被逮捕之后 发布了消息才能够有机会接受公平的审判 try 英文会说 put somebody on trial 而trial这个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法 心理学上说 很多人学东西是不断地反复摸索 不断地来实验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学语言 是不断地摸索 不断地实验 children learn languages by trial and error 而这里的地方 又出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文法 while heading to jail 实际上是一个分词构句 为什么会写heading呢 原来是因为while的后方 省略掉主词he 我就要把heading的改成heading 到了文章的最后面说 我们不知道 现在twitter这么成功 将来是不是会继续大受欢迎 despite这个字是虽然尽管 后面要加上一个受词 你也可以把despite 换成一个另外相同意思的片语 叫做inspiteof 但是啊 文章的编辑最后告诉大家 如果对欧巴马先生有用 或许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哦 work这个字当动词 就是有效的意思 今天是我们课程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进行的是 for you chat这个单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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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散码